大家好 下面我继续和大家聊 詹姆斯先生和伊弗林女士合著的对梦的阐释 在第28个视频中 我和大家聊了梦的初级过程 下面要和大家聊梦的次级过程 就是第二个过程 希格蒙德·弗洛伊德认为 初级过程是一种心理机制 它能调节我们的外在行为 次级过程跟自我有关 主要由弗洛伊德所说的 现实原则控制 另一种心理机制叫做初级过程 这种机制是由快乐原则控制 对正常的成年人而言 次级过程会调节初级过程 所以他们不会直接形成欲望 我们之所以将这一过程成为次级过程 是因为它并非形成于幼儿时期 不过次级过程可以由初级过程控制 弗洛伊德认为 梦表示清醒状态下 那些被控制的压抑欲望的满足 而压抑这种欲望的正是次级过程 尽管弗洛伊德认为梦是被初级过程所控制 但他同时也认为 自己过程对梦的形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形成梦的过程中 会有两个心理过程 其中一个心理过程产生的梦意向非常理智 跟正常的思维没什么两样 而另一个心理过程则会产生一些让人困惑 荒谬的思维活动 自己过程会生成一些思维活动 而初级过程产生的梦意向往往是非理性 好 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谢谢您的观看 再见